大家好,新興國家對美國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感到不滿 直至他們欠IMF的債務還到阿孫那代都還不到 另外中國與阿根廷擴大貨幣互換 加大銀行幣在國際貨幣的使用加速去美元化 阿根廷足夠名將美斯6月15日將會率領阿根廷國家隊 在北京和澳洲國家隊進行一場友誼賽 這是阿根廷國家隊奪得世界杯之後首次出國比賽 比賽距離現在還有超過一個星期 但是港大的中國球迷就只會忍不住內心的激動 門票全部被秒殺 包括王后飛的票價更加被炒到五位數字以上的人民幣 不過留意時政和國際局勢的人士 關注的不是美斯率領的阿根廷國家隊 如何在球場上與澳洲隊施殺 他們聯想到的是阿根廷最近與中國的緊密互動 這一切可以從阿根廷的經濟困境講起 阿根廷央行在5月15日宣布加息6里 將基準利率由91里上調到97里 你沒聽錯的確是一次加息6里 因為阿根廷的通貨膨脹失控 阿根廷4月單月通脹率已經升8.4% 而過去12個月累計通脹率高達108.8% 創了30年以來的新高 阿根廷將會在10月舉行大選 政府竭力避免在選舉前再出現阿根廷貨幣大貶值的危機 美國聯儲局加息是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 通脹危機加劇的主要原因 聯儲局加息令到美債收益率上升 美元快速走強 有市資金大規模回流美國 其他國家的匯率因而大跌 他們為了保持皇冠經濟穩定 沒有辦法不跟隨美國加息 從而加劇本身經濟衰退的風險 新興市場受到衝擊尤為嚴重 而阿根廷去年終於數十年一件的嚴重肝刊 令農產品收入減少也加劇了危機 阿根廷比索大幅貶值 今年以來 阿根廷央行已經消耗了超過55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支持匯價 阿根廷為了價制通脹 阿根廷央行在今年3月到現在已經加息了4次 阿根廷任總統費爾南德斯認為 上任總統馬克里 在2018年向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借了大筆貸款 也大大加劇了阿根廷的債務危機 5月17日 阿根廷國家審計署發表報告 猛烈評擊前總統馬克里 2018年與IMF借錢流程不合法 而且對阿根廷的債務結構和風險 產生不利影響 2018年6月10日 阿根廷與IMF達成協議 取得570億美元的貸款 這是IMF對阿根廷歷史上最大的貸款 而阿根廷公共債務監督委員會 就說這筆貸款是阿根廷常債能力的127倍 導致阿根廷欠債率由2017年的56.5% 標升至2019年的89.4% 而任總統費燃藍德斯 炮轟這項貸款說這些不僅僅是債務 這些是犯罪 這個債務將壓在阿根廷子孫的頭上 到孫那代都還不到 對阿根廷來說極其不利 面對這樣的困境 阿根廷總統費燃藍德斯求助於中國 阿根廷在6月2日與中國簽署協定 雙方同意將總額1300億元人民幣雙方的互換額度 再延長3年 而阿根廷可以動用的資金就從350億元人民幣增加到700億元 其實阿根廷在今年4月已經宣布用人民幣進口中國商品 阿根廷媒體說啟用人民幣支付中國商品之後 他們在4月已經減少了50%美元支出 相當於10億零8千7百萬美元 阿根廷經濟部長馬薩說 用人民幣可以加快阿根廷未來幾個月 對中國商品進口的節奏從而減低通脹 有分析說這個做法亦為阿根廷應對該國貨幣比數拋售潮 提供更多喘息的空間 增加從中國進口較便宜的商品 亦可以緩解他們國家的通脹危機 相對地對中國來說 這亦是擴大人民幣在全球使用的機會 以減少對環球美元的依賴 阿根廷對華貿易在2002年有逆差41億美元 阿根廷改用人民幣買中國商品 但它對華又有某些逆差 那人民幣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就關乎上述中亞兩國的貨幣互換協議 貨幣互換是甚麼意思呢 央行之間的貨幣互換 指的是不同國家的央行 各次將等值期限相同 利率計算方法一致的不同貨幣資金 按照約定的匯率進行調換 而在到期之後 就歸還對方原始的貨幣 並且結清的利息 需要指出是貨幣互換 並不是對貨幣進行買賣或兌換 而是對貨幣按照約定的規則 進行互相借貸 借貸在初期被借出後 在遠期會被收回 有些借和還都會按同樣的匯率結算 實際上並不產生匯率損失 反而會幫助一些國家 減少對美元的束縛 改善貨幣流通和貿易投資環境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丁浩元 就舉例解釋貨幣換協議的運作 他以2018年印度央行 和阿聯酋央行 簽署規模大約350億印度盧比 即等值20億 阿聯酋的貨幣迪拉姆 這個雙邊貨幣換協議為例 當時印度央行 手頭上的阿聯酋迪拉姆數量不足 他就可以用印度盧比 向阿聯酋換入等值的阿聯酋迪拉姆 假設印度央行用商定匯價 70億印度盧比換4億阿聯酋迪拉姆 到期後 印度央行就要將這4億阿聯酋迪拉姆 還給阿聯酋 並支付相認的利息 而阿聯酋就將70億印度盧比 還給印度 在這個期間 即使阿聯酋迪拉姆貶值 印度在貨幣互換到期時 依舊可以換回原來數量的印度盧比 因此就不會產生匯率損失 可見貨幣互換 是提供一種更快速、安全 和便智的貨幣交易服務 實際上是一種商戶貸款的服務 以信中國和阿根廷擴大後的貨幣換額度 即一方可以動用的資金是700億元人民幣為例 阿根廷政府手上人民幣不夠的時候 就可以以相定匯價 用阿根廷比索 向中國換成最多700億人民幣 到期的時候就將換了人民幣 加上利息還給中國 換回阿根廷比索 當然到期之後 如果兩個同意還可以延期 有了這個協議 阿根廷就可以用人民幣向中國進口貨物 不用再動用外匯儲備 或者兌換美元買中國貨 可以減少不斷沽本幣換美元的本國貨幣貶值壓力 由於貨幣換協議不是貸款 也不會繼續阿根廷的外債 阿根廷除了貨幣換協議之外 也進一步加強和中國的經貿關係 除了貨幣換協議之外 中國和阿根廷也在6月2日當日 在北京簽署了中國政府和阿根廷政府 關於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規劃 未要出現經濟危機的時候 就加大印錢進行量化寬鬆去解決問題 但是美國控制的IMF國際貨幣基金會 拒貸款給中國家 幫助他們度過危機的時候 就要這些國家大力緊縮開支 不單止馬上會帶來當地經濟的衰退 還會帶來政治上的不穩定 而中國為發展中國家 開出去美元化的藥方 自然會招來 西方媒體反對 美國雜誌外交政策 去年5月已經發表署名文章 指阿根廷的經濟問題幾十年來積重難除 新冠疫情進步破壞 它本來已經薄弱的經濟基礎 文章說 債務和反覆發生的金融危機 令阿根廷無法保證長期的穩定增長 今天阿根廷的GDP 和10年前幾乎一樣 僅此委內瑞拉 而阿根廷一直是新興市場債券指數中表現最差的地區之一 這篇文章說 加上阿根廷不願意實施限制公共支出的緊縮措施 因此 他們很難從國際市場獲得西方的貸款 而中國就走著這個機會幫助阿根廷解決困境 亦都藉此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而英國雜誌經濟學人也發炮 他在今年三月發文說 華盛頓支付美洲對話組織說 在2007年至2021年間 中國商業銀行 在拉丁美洲發放的62筆貸款當中 超過一半流向阿根廷 經濟學人說 近幾十年以來 阿根廷和中國的雙邊貿易額 已經從2001年的23億美元 增加到去年的260億美元 增加了10倍以上 外國政策去年發表文章也說 中國正不斷引誘阿根廷 深入他的地緣政治影響區 對華盛頓來說 阿根廷是美洲地區和平和民主的重要伙伴 而中國對阿根廷示好 幫助了中國獲得地緣政治的回報 文章列舉多個例子 包括中國正資助阿根廷第三大水電站建設 並成了資助阿根廷在第四大電站 這是北京首次向拉美地區出口這種敏感的基建設施 另外中國近年南極和全球的海上行動 也吸引了地緣政治競爭對手的注意 文章說 中國對阿根廷為於比格爾海峽的極地物流設施的資助 引發關注 因為那個設施可以通往南極州的門戶 靠近全球海上交通的戰略咽喉 默哲倫海峽和德雷克海峽 這些行為為華盛頓提供更多心理擔心的理由 西方媒體反映了美國的心聲 美國是拉丁美洲為自己的後花園 阿根廷和美國的外交關係本來很緊密 而中國正通過擴大和阿根廷的經濟合作 將影響力輻射到美國後院 美國很不高興 問題包括阿根廷在內的拉丁美洲國家 與美國這個大哥玩了過百年 但是他們的經濟發展到某個階段就完全停滯 沒辦法跨過人均收入1萬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 而向美國控制的IMF借錢 又被他的雙重標準卡得死死 如今中國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領中發展模式 而一做去美人化的貿易 看到實際好處 因為起美人大升的時候 不會為自己帶來貨幣危機 而同中國貨幣換協議 又等於拿到人民幣融資 去解決眼前的經濟問題 阿根廷有什麼理由 死跟美國一條路走到黑走下去呢? 可以這樣總結嗎? 中國這招貨幣互換一石二鳥 一、幫助阿根廷度過危機 二、加大國際貿易中人民幣的使用 加速去美原化 另外 在石頭頭的示範評會講到 大量安卓用戶 和利用安卓系統的手機 改為用iPhone 安卓手機的運作系統 要吞下當日制裁華為的苦果 歡迎訂戶 去石樓台收看 大家好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的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